领克尔03官图正式发布将于四季度上市 日显领克尔发布了该品牌首款轿车领克尔03的车前官图 新车展现了其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和造车理念 根据死亡消息新车将于今年四季度正式上市 外观来看新车基本保持了领克尔03概念车的外观设计 整体造型与领克家族的设计风格完全一致 温体式前大灯同样出现在了该车型当中 同时横向前进气阁山和下部失调 也让前辆看起来非常的舒展 车身侧面来看新车保留了传统三厢轿车的造型 C柱部分的弧度让该车看起来有先被车启用的味道 让整车的线条光影变化倍增 尾部来看新车尾灯继续采用L形状 非常具有变势度 下方的黑色装饰板整合反光条 此外双边共两处排气布局 也让新车看上去更加动感 根据此前的神报信息来看 车身指数方面新车长方高分别为 4639乘以1840乘以1460毫米 轴距为2730毫米 处于紧凑型车的正常水平 动力方面新车将搭载1.5T无轮增压发动机 其车功率为156马力 车身指数方面新车发动机 车身指数方面新车发动机